左派的计谋失败了 在这个堕胎议题持续升温的时候 在美国的女性被可恶的保守派夺取了堕胎权的时候 趁着这个大好时机 喜爱杀鹰的左派 想要做一个维护女性基本人权的英雄 为了让联邦可以继续控制全国的堕胎权 他们极力的推行一个美其名曰 妇女健康保护法的法案 这个法案支持任何月份的堕胎 哪怕是足月马上要生产的也可以 而且这个法案还会强迫有宗教信仰的 不愿意杀婴儿的医生和诊所 必须要违背他们的信仰原则 提供堕胎手术 就在昨天下午 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里进行投票 但是这个投票不仅没有通过 而且还输得很惨 投票的结果是有51票反对 49票支持 远远的低于所需要的60票通过 民主党甚至只拿到了49票 在参议院里面 现在是有50个共和党人 50个民主党人 有哪一个民主党人 这一次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呢 那就是Joe Manchin 他和其余的50名共和党人 一起对这个法案投上了反对票 现在支持堕胎的基本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缺乏科学知识以及基本常识的人 他们不在乎科学的依据 也真的不明白婴儿属于人类 反正只要他们听到别人说 哎 这是在剥夺你的自由权力了 你的身体怎么能由别人说了算呢 听到这种话就被煽动的火冒三丈 一股脑的就跟着往上冲 还有另外一种人 就是他明明就知道这就是在杀人 但是他认为杀死自己的小孩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而且完全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也不需要被判刑 很不幸 不管是哪一种都变成了左派的枪 贺锦丽作为参议院的议长 对昨天这一次参议院投票的结果 表现的是非常的失望 他借着这一次参议院投票的失败 告诉所有人说 其中选举快到了啊 再选举 你们就要选支持堕胎的领袖上台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也是异口同声 告诉大家说 这一次七中选举 你们要投票给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 as we approach the midterm elections if you want to see no exceptions for rape or incest 大麻烦了 是你听的没错 现在支持堕胎居然成为了一个正能量的事 这是在做好事 这些保护生命的人居然就变成了坏人 这些自以为正义的好人 已经在全国各地抗议了一个礼拜了 这些堕胎主义者们连续不断的 在各个保守派大法官的家门口进行游行示威 连续不断的骚扰着他们所在的社区 尤其是那一位起草草案的大法官Alito 更是成为了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 为了保护法官以及家人们的人身安全 在众多激进堕胎分子的威胁下 大法官Alito的全家已经被秘密的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 他们会受到攻击的原因就是因为法案被人外流 再加上私人住址被泄露 大法官这一份工作不仅让他们身处在危险之中 更是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家人也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在周一共和党的John Corning和民主党的Chris Coons 共同发起了一项立法 允许最高法院的执法部门为大法官的直系亲属 提供全天候的安全保障 目前这项立法已经在参议院通过了 接下来就会去到众议院 如果众议院通过了 就会要去到总统的桌上等待签字 在这个时候事情慢慢的变得有点像大杂烩 不仅仅只是女权主义的人加入进来 左派要发动更多的人掀起这一场文化革命 在上任之后 把芝加哥犯罪率直接拉到顶点的芝加哥市长Laurie Lightfoot 发表推文说 我LGBTQ plus社区的朋友们 最高法院下一步就会冲着我们来了 在这一刻我们必须要开始武装自己 啊 武装自己 哎 市长 你不是最反对枪支吗 你不是只允许坏人有枪 但是好人没有武器防身吗 现在只是因为最高法院在说 我们不管你们剁不剁胎 你们自己的州你们自己去决定 只是这样而已哦 你就开始号召大家要武装自己啊 他又发了另外一条推特说 我们不会不战斗就放弃我们的权利 为了胜利而战斗 你到底要战斗什么 他其实只是趁着这个机会要煽动更多的人 那些冲动的暴力的人 要加入到这场战争里面来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芝加哥市长 这么在乎LGBTQ的权利吗 因为他自己就是同性恋 放上来一个他和他老婆的照片给你们看一看 题外话他当年在参选的时候 打出来的旗号就是黑人少数族裔和女同性恋 反正只要你的身份政治正确了 那你就够资格当市长了 在他的号召和忽悠下 还真的有LGBTQ的人出来抗议了 但是他们抗议的这个点有点歪 他们并不是出来抗议说应不应该堕胎啊 你怎么剥夺女性的权利啊 他们说的是为什么你们说堕胎的全是女人呢 男人就不能堕胎吗 这都什么个人呢 这都什么个什么呀 你要是怀孕了 那你就是女人呢 因为只有女人才有子宫啊 很明显刚才这个长着大胡子的女士 是因为打了激素针 还做了切除胸部的手术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男人 但是其实她过的生活呢 跟正常女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嫁给了一个男人 还一起生了三个孩子 那她的诉求就是想要 男人怀孕也能堕胎 加州州长Gavin Newsom 满足你这样一个想法 纽森早就在去年宣布 加州要成为堕胎的避难所 欢迎各地的人前来堕胎 并且她会拿我们加州人民 劳动的血汗钱 为这些人付机票 堕胎费 还有旅馆的费用 我从来没有见过纽森表现出 这么正义的一面 我也从来都不知道 一个公开反对宪法第二修正案 持枪权的人 在今天 满口讲的都是宪法 宪法宪法 他突然号召大家 要开始遵守宪法了 这就是要承受女人 我们知道这 我到底是我的国家 我哪里是我的国家 哪里是我的国家 哪里是我们站得更丰盈 更丰盈 更丰盈 为我们叫这个人出 这就是一个图案 图案 而且是 他们贏了 他们是 为什么这问题 更重要 比对 因为乱扶费 其他人的 原因是 因为 你垂直下了 有重大尚的 决定 有关的 这是一个 基本上 这是 你 如果 的 没有 他们来 你 你想 一秒 两个人 同样 但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 现在 您的 刘 您的 女 现在 用别人的钱提供免费杀人 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慈善家 一个一直公开呼吁要改革宪法第二凶章案的人 今天突然打着遵守宪法的名义 要我们遵守一个根本就不存在在宪法里的条款 左派会在这个时候跳脚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害怕了 因为事实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他们一直在说 说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支持堕胎的 这是民主的意愿 那就你们自己州内部去投票解决嘛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联邦去管堕胎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支持堕胎不会是民主的结果 因为并不是全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堕胎 现在左派在这场战役中害怕了 所以他们把什么跟这个事相关不相干的全部都扯进来 LGBTQ的人也一股脑的全部都拉进来 他们就是为了要忽悠他们 制造一个假想敌 把这件事发展成一个无耻的大杂烩 Laurie Leifert告诉他们说 要站稳了 要准备开战了 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一句话 那么接下来呢 大胆预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心里都有个数 马上要到六月份了 六月份是什么月份呢 是左派声称的骄傲月要到了 LGBTQ的组织抗议游行又要开始了 如果在他们抗议游行的时候 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在那个时候下来 正式宣布堕胎不受宪法保护 那么各个大城市会不会发生暴动呢 黑命贵 安提法会不会一起出来打砸抢呢 洛杉矶 芝加哥 波特兰 纽约 这些大城市会不会又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中心呢 在伴随着现在的经济危机 物价飞涨 油价上涨 朋友们多储备一些物资在家里吧 趁着便宜的时候赶紧买一买 有腔的抓紧时间提上日程去找教练练一练 没事出去呢 踏踏轻可以 市中心就不要去了 刚才我说的那些 我真的希望不要发生 但是的确有可能 而且可能性还不低 尽管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千万不能妥协 坚守底线 抗争到底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节目 我是弗里莎 我们下次再见 国度基业事工荣幸的邀请到了安德鲁牧师来分享启动土耳其以色列华人宣教的使命 安德鲁牧师在1993年回应神的呼召前往土耳其宣教 他们建立教会援助难民 在历经23年之后 在2016年被控告为恐怖分子 被关押在土耳其监狱两年 后在2018年戏剧性的被释放 并被邀请进入白宫 与川普总统一起祈祷 5月19号星期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时间下午5点到7点 欢迎来参加由国度基业事工主办的线上分享会 一起来听一听这位传奇人物的宣教使命